欢迎收看宅男的世界话题不设限 就在礼拜六 每次卖场好事多 在台北市要开第二家分店了 就在北投 可是现在双北的交通局非常紧张 他们怕大塞车会从北投 一直影响到关渡 而且警告了 禁止车子路边停车排队 会直接的驱离开发单 好事多北投店周边道路 已经架上固定指示牌 和禁止站道的告示 而卖场内这一段200公尺双车道 卖场说可以让80辆汽车 排队等待进入停车场 但里头只有690个停车位 势必无法附和大批车潮 交通动线部分 好事多特别在北投店开幕 前两天PO出周边交通引导短片 指引车辆动线 第二条路线 停靠捷运逐围站 关渡宫 关渡国中 好事多接驳车会开进关渡宫旁边停车场 但停车场员工很紧张 没办法 因为我们礼拜六礼拜天 这边都客满的 卖场和附近停车场 在开幕前一天 还得不断持续讨论交通对策 因为这里本来周末就会停满车 就怕开幕日连外道路全塞住 新北交通局更是如临大敌 要加强警力巡视 一旦民众占用道路排队等停车位 可能会开出600到1200元的罚单 物质好事多 像是百货公司 一到假日或中年庆 车子也常为了排等停车位 出现占用道路周边交通挤爆的情况 现在警方将一律先驱离 再不停则开罚 避免卖场赚钱 周边交通却大打劫 TVB顺程又想红彩的台北 采访不到 台湾会不会陷入无药可医的 集体崩坏呢 救命的专利原厂药 弃守台湾了 原因来自于 健保每一年都砍药价 已经越压越低 杀到见血 那么现在有些医院为了盈利 它就被迫换成了 成分一样的复制学民药 好 问题来了 它的医治成效会是一模一样的吗 我们有深入调查 这是母子生死挣扎的关卡 手术中 真真缝线都是救命关键 就怕分秒抢救瞬间 手术线断了 我们开刀最快的就是线 不能拉扯就断了 所以让人家从中如果断掉 能拉扯吗 你缝衣服可以重来 但是我们对这种举致的东西 你不可能重来 这个是原厂 对 是 比较贵 当然 这种东西是一身前车过 但是有些东西 同样看起来是一样 但是有所一扯不断 但医师不免也担心 这样有任性高品质的原厂线 可能因为年年健保消价 被迫退出台湾市场 目前美国原厂手术线一条200块 台制手术线一条只要30元 价差近7倍 为了省成本 其实采用台厂或比较低价的二线厂商 线缝红就断掉了 于是要拆第二条线 为了省七则八则 就用两倍到三倍的用量 其实反而得不偿吃 所有的这种大药厂 或大的医财厂 它有全世界定价的问题 当你台湾喊价 喊到低于全球的时候 它干脆就不进来了 当你躺在手术台上 还得担心缝线会不会断 是不是次等货 这样医疗危机 正不知不觉 蔓延开来 你吃的药 其实比糖果还便宜 一颗0.3的抗生素 你敢吃吗 低连药价后材 掀起的是前所未有的 换药潮 越来越多原厂药 因为健保打压价格 而纷纷退出了台湾 根据西藥工会统计 2014年就有26种品相弃手 2015年更有高达75种原厂药 离开了台湾 未来台湾人民面对的 可能是一个无良药可依的种境 2009年 健保第六度大砍药价 几乎16000多种药品当中 调降7600多项 降幅惊人 外国原厂药平均砍了25% 国产药厂也没逃过 大降1%以上28% 最近几年健保抑制福报 精算药价 2014年砍了56亿 2015年再砍82亿 2016年降幅稍稍减少 但也压价了31亿 当药价被砍到一片斜海 医院在收支平衡和医德理念 生存间挣扎 有医院会将叫过的原厂专利药 换成宣称成分一样的复制 学民药 可谓学民药 就是原厂药专利全过期之后 合作药厂产至相同化学成分的药品 号称相同的药 但临床反应效果 一样吗 这就是我的救命小布包 我在路上已经不能走了 就完全动不了了 我就要马上吃这颗心脏的药 紧紧捏了保命武器 吴小姐常年喜剩 是心脏重症患者 每天都要吃二三十颗药 原本都吃原厂 医院突然换成台湾的学民药 她差点熬不过 更不舒服 然后我就拿起来吃 结果没有什么 就是她还是痛 她还是痛 对对 本来这一颗原厂药 我是吃了不到两三秒 因为她吞下去了两三秒 就让我不会痛了 我就问医生 她就跟我说 她说她也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并不是原来原厂的药 那他们在当医生的也很无奈 因为本身就是医院他们做的决定 这是医师被迫最深沉的无奈 也是病人期待解决的困境 医师立委林静怡 自身就有切身之痛 过去常吃了原厂抗过敏药 推出台湾 现在有钱也买不到了 厂商都不进来了 那我们只能靠这一个 那我们甚至有的医师会一次吞两颗 一次两颗 有的他会一次吞两颗 因为一颗真的他就是假的 那像我们说以外 我们身边好个玩 我想要吃好一点的药 有没有可能 他可能连这个选择权都没有 因为新的药品 医院直接不采购 当你上市了选好药的权利 就算一时省了荷包 但也正点点滴滴 省掉了你我的健康 说到审很多日本大学生 要审生活费 他们现在最新的调查 这个礼拜刚好新的学年开始了 首读圈发现了 他们的学生去年平均一个月 家里面给的生活费是 8万6千日元 大概2万5台币左右 30年新低了 如果你把房租扣掉 生活费扣掉 大概每天只能花250 这其实在日本的消费水准 它是不够的 而如果这些学生的父母 是65岁左右 也就是战后婴儿潮的那一批 那算是最劳碌命的世代了 很多人拼一辈子 一毛钱都没留下来 经济崩坏让日本失落了20年 但成就日本780年代 经济最辉煌时期的团快世代 也就是1947到1951年 这段时间出生的战后婴儿潮 拼了一辈子 却一毛钱都没有留给自己 65岁的丁公 今年夏天开始可以领养老年金 一个月11万日元 大约台币3万2 以日本的消费水准 他哪敢退休 现在一周六天 每天在工厂打工8小时 为了省钱 中午都是自己带便当 两年前离婚 现在一个人生活 由于他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 曾经换过工作 所以几乎没有退休金额领 房租4万日元 加上每个月要给老母亲 2万日元的生活费 只能趁身体还硬朗时 多拼一天 试一天 这些在日本高度经济成长期 踏入职场的世代 比起他们经历过战争的父母 理应过得宽松富裕 怎么会面临如此拮据的年老生活 如果早个十年出生 也就是目前70多岁的世代 薪资在退休前达到巅峰 但对照团快世代 40岁时就碰上泡沫经济破灭 薪资从此下滑 转眼到达退休年限 才惊觉老本根本没存够 66岁的中岛 年轻时从北海道上东京做洋财 现在每个月只能领到 7万日元的年金 大约是2万台币 太太30年前就过世了 一手拉拔大儿子 但儿子41岁了 工作仍不稳定 煮饭 洗衣 所有家事 也全部丢给老爸 他们的孩子也就是 所谓的小团快世代 一出社会就碰上 日本泡沫经济后的 就职冰河期 无法自立 只能赖在家里当啃老族 做爸妈的也没空 责备孩子不成才 因为上面还有 90多岁的阿公阿嬷 要他们照顾 中岛94岁的母亲 现在靠北海道老家的大哥 在照顾 但他每三个月 至少会回去探亲一次 回去一趟约10万日元 也是比开销 为了存回老家的钱 他一周有三天 在生长者宿舍打工 是从傍晚5点 到隔天早上9点的夜班 一个月约拿13万日元 强烈的责任感 让这个世代的人 不敢喊苦 支撑中岛的 是以前老妈妈 写给他的信 日本3300万高龄人口当中 每五人就有一人 是这一批劳碌的团快世代 牺牲奉献了一辈子 却换来毫无保障的老年生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讲生活品质要养生 现在大家说 要慢死要慢活 中美洲的光丽玛拉 他们觉得蛮骄傲的 因为他们就是慢死慢活十足了 利用当地的食材 还邀了七个国家的名厨 办美食饗宴 说到慢活 中美洲瓜地马拉人 自豪认为他们是十足 所以来自世界各地七位赫赫有名的主厨 齐聚到瓜地马拉古城 安地瓜 要来享受为期两天的慢活艺术 这些名厨包括 德国汉堡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主厨 凯文菲林 还有来自哥伦比亚波哥大的 高饼厨师马克罗许 他与哥哥经营的餐厅连续三年 名列拉丁美洲前五十大餐厅 而这个超美食特工队中的 唯一女主厨 则是出身多名尼加的玛利亚马尔特 这趟慢活之旅就是由酒厂做东 不过他们的兰姆酒为何构格被称为国宝呢 一般的兰姆酒是用生产这堂的副产品 糖渣发酵蒸馏而成 而这座山城却是以出炸糖蜜制作 在海拔2300公尺的高山上熟成 成年过程跟意大利成年葡萄醋一样 需要不断地换制木桶 这里的兰姆酒成年要花六到二十三年的时间 印证了瓜地玛拉人是慢活达人 大厨们赞不绝口 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这趟旅行除了体验慢活 最后得交功课 他们从山城回到安地瓜 功课就是每一位主厨都要设计一道菜肴 必须结合一项自己国家和一项瓜地玛拉的食材 当然还得以山城顶级兰姆酒入菜 明天晚上 在这间由修道院古迹改建的五星级大饭店内 即将举办一场餐宴 我正在这场参业 我正在烹饪一项 盆子是一颗柠檬 上面有西芝士 一盆子和葡萄汁 葡萄汁 和葡萄汁 我们设计一项瓜地玛拉 我们设计一项 这位厨师从斯德各摩端出瑞典特产的莓果 搭配瓜地玛拉香草当作前菜 那么其他大厨又有什么融合两国特色的巧思呢 冰客们干完杯 吃完了两道前菜后 紧接着主菜就要登场 意大利米兰的大厨 灵感来自于前一天酒厂之旅 我炒了一盆子 我炒了一盆子 一盆子的玛拉香草 到一盆子里的味道 我做了一碗鲲子 我做了一碗鲲子 一碗鲲子 一碗鲲子 我做了一碗鲲子 一碗鲲子 這碗鲲子 我認為這是一碗鲲子 濃湯 海鮮加上牛排 賓客們九足飯堡 該把胃留給甜點了 我的餐廳是這碗鲲子 這碗鲲子是一碗鲲子 這碗鲲子的食物 你能找到在西方中的西方 像是在華大鲲子 我把鲲子餐廳 這碗鲲子 我們不是常說甜點 裝在另一個胃中嗎 這是一碗鲲子 這碗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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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歲 特別的是 英文的煮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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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師們自己也忍不住吃起來了 廚房裡擠進八位主廚 但是大家沒有針鋒相對 而是彼此交流文化 想法和功夫 這趟旅行 他們不只體驗瓜地馬拉 宜然自得的風土民情 更交到朋友 而瓜地馬拉 則將自己的好山好水好食材 介紹到世界各地 TVS新聞綜合報導 今天的快手點播網 看了會心動 第五期的主題 中共能賺到第二集 誰會相信 我會在心中 tôi喜歡 曾經被探 asc 說不久 最新中的瞳垮 放一段落 我們和一起 青色臉龐拿著咖啡 冰女生的臉 她是最近超夯的韓劇 泰陽的後裔男主角宋仲基 代言咖啡廣告 隨著她爆紅 咖啡銷量也跟著攀高 最主要是在韓國喝咖啡的人口比例 女大於男 韓國調查顯示 咖啡族群中女性佔70% 男性佔30% 明顯女多於男 也難怪韓國咖啡廣告 大多是男性代言 我會在地球表面最大的撞擊地形 就在墨西哥外海 終於能夠在這裡探尋找恐龍滅絕的可民 曾經是地球上的霸主 卻因為地球遭遇一次強烈雨時撞擊 恐龍因此滅絕 科學家一直想證實這個理論 當初被撞擊而成的隕石坑 現在深埋在海底下 取名為西克蘇魯伯隕石坑 坑洞平均直徑約180公里 位在墨西哥外海 由於臨近石油產業名脈 科學鑽探工作多年來一直受到嚴格限制 最近科研團隊終於開始在現場鑽探 有機會揭開隕石坑的神秘面紗 6600萬元的小行星墨烈 多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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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長距離10公里的小行星 墜落墨西哥尤卡坦半島 科學家推測小行星撞擊 引起一連串災難 行星撞擊地球能量之大 等同1億顆核彈同時爆炸 天空一片灰暗 溫度迅速下降 包括恐龍在內的物種 全部滅絕 由歐洲海洋鑽灘研究學會 帶領來自美墨中日等國成員 將透過鑽灘隕石坑 把鑽挖出的地質樣本送到德國化驗 進一步還原恐龍滅絕的過程 科學考古行致有年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卻決定終止生物標本研究計畫經費 現有項目仍可獲得補助 但不再接受新提案 科學家擔憂 未來生物保護 氣候變遷 以及入侵物種方面的研究 恐怕都要陷入困境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經濟大戰外傳年紀就要推出了 搶先來看預告 也先來收看 拜拜 拜拜 你會做什麼 你會做什麼 你會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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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繼續戰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